大家好 关于无线网卡和无线路由器 已经做了几个视频了 现在终于到了总结的环节 没想到关于intel 9260ac这个网卡 说了这么多集 主要还是因为自己以前 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通过学习 折腾 探寻 发现原来是这样的 有感而发做了几个视频 和各位分享 在正式总结之前 我先和各位分享一句话 也是最近从短视频里学到的 他说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情 一定是轻松得来的 这句话有两个解读版本 第一个是 费劲得到的不是美好的事 第二个解读是 费劲得不到美好的事情 把这句话引用到 无线网卡信号不稳这件事上 那就是目前这个时间点 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 以及我自身的条件和需求 找到一种轻松符合的解决方案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勉强 轻松得到就行 其实这句话 对我写文章 做视频 做事也有很多帮助 比如要做一个视频 目前已经了解了三个知识点 但是我总觉得 得做出十个知识点 才算完美 才能分享给大家 于是要逼迫着自己弄到十个的知识点 但是费的半天劲 也就弄出来七个点 剩下的那几个怎么也做不出来 结果导致这个视频一直停留在计划阶段 除了消耗了很多时间 还涂增了很多压力 当我看到了这句话 就释然了 知道三个点 就做三个点 发散一下 做五个点 做四个点 轻松做出来就好 没有必要给自己设定的那么高 那么完美 有一说一 别难为自己 涂增功耗 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等待着我们去做呢 希望这句话 还有我的解读 对你有帮助 接下来 正式总结开始 英特尔92600AC这块无线网卡 用了一年的使用总结 现在再看这个网卡 和一年前刚入手的时候 理解不同 和当时购买下单之前的那个理解 更不相同 英特尔92600AC这个网卡 属于性价比产品 谈到性价比 就意味着它有大量的取舍和妥协 重点在于舍 就是妥协 92600AC这个网卡它只有两根天线 支持2x2的MEMO 5GWiFi的最高连接速度是1.7G 但实际上只能用到866Mbps 它还带蓝牙5.0 现在的价格是120块 目前我调查的华硕家的PCEAC88这个网卡 属于旗舰级产品 4根天线 支持4x4的MEMO 3.1G的总速度 其中5GWiFi的速度是2.1G 价格是849块人民币 这个价格怎么看它都是旗舰产品 能买7个92600AC 虽然PCEAC88这个网卡 它属于旗舰网卡 很牛很贵 它不支持AX协议 也就不支持WiFi6 另外它还不支持160MHz 和WiFi5的AC86U路由器 搭配起来应该不错 既然AC88网卡和AC86U路由器 搭配起来不错 那我为什么不换华硕PCEAC88呢 下面说一下原因 第一个就是AC88这个网卡 800多块钱的价格 其实谁都负担得起 手机动不动就是三四千 便宜的也得千元机 也要比它贵得多 所以这个价格谁都承担得起 关键问题是 花了这么多钱买这个无线网卡 它还有很多不足 AC88这个网卡 它有四根天线 肯定比两根天线要好 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 为什么要用四根呢 会不会等以后科技进步了 两根天线 甚至一根天线 或者没有天线 比N多年前的四根天线的 网卡性能还要好呢 这个不好说 我相信肯定会 只是时间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价格问题 我查了一下 PCE AC88这个网卡 它是2016年发布的 现在花800多块钱的价格 买一个四年前的旗舰 再准备用几年呢 这几年科技发展速度很快 那时候的科技水平 要想达到比较好的速度 是要通过加量 加料的方式来解决的 估计成本低不了 虽然我们用过PCE AC88 估计除了这个价格比较高之外 它也会有一些不完美 也会有妥协 还有一个重点 WiFi 6的时代已经来了 虽然目前属于初级阶段 但WiFi 6的路由器和网卡 正在普及中 这时候花800多块钱 买一个WiFi 5的旗舰 感觉又有点49年入国军了 现在小米的WiFi 6路由器是599 我不想说小米这款路由器到底如何 估计也会有很多妥协 毕竟价格摆在那 价格高的有华硕AX86U 1600元 不过还有便宜的 华为的AX3 Pro 只要300出头 这些都是WiFi 6路由器 今后还有越来越多的WiFi 6路由器发布 不管出多少产品 一分钱一分货 到什么时候都是硬道理 我们各取所需 继续说这个AC88网卡 它有四根天线的延长线 外加底座 如果放在桌子上 会占用一定的桌面空间 特别是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搬来搬去 不如挂起来方便 目前我遇到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距离太远 有8米左右 而且中间有一道承重墙 而且台式机还是放在桌子下面 AC88这个网卡放在桌子下使用延长线的方案 它真正的水平 真正的效果 WiFi的速度和稳定性到底如何呢 比我目前9260AC这个网卡搭配 英特尔延长线 这套方案 要好多少 快多少呢 这个也不知道 肯定会好 估计好多少 到底稳不稳定 这个还不好说 所以暂时还不打算 换AC88 关于无线网卡的总结还没完 下集继续 辈YE 8 5 5 88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